字幕提供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推薦漫畫的時間啊 如果要大家排行前1到10名的恐怖漫畫 大家會推薦什麼漫畫 我相信大家推來推去一定都會推這一套 漂流教室 這是恐怖大師 謀途 一雄 經典作品 另外一部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呢 是14歲也蠻有趣的 不過我還是特別推薦這一部 很好看 故事內容呢 是在講述一間國小的整間學校全校師生 穿越到未來的故事 你會講說 穿越到未來 穿越劇有什麼好稀奇的 這一部作品是1972年的作品 時代離現在已經有40多年了 我的天啊 到現在 看起來依舊經典 這一套漫畫雖然是被歸類在恐怖漫畫 可是恐怖的絕對不是那些妖魔鬼怪 恐怖的是你的人性 他這部漫畫 把所有的人性的黑暗面 一直放大放大再放大 無論是原本很純樸的那個送便當的老先生 變成一個殺人魔 為了要保護自己的生存地位 或是到後期支援爭奪的派系鬥爭 都可以看到那些人性險惡的一面 因為整部漫畫就是在未來什麼都沒有的末日 所以 你會覺得整個 有點 壓著你的那種情緒 就覺得 嗚嗚喔 有這種壓力壓著你 然後 而且 他的漫畫的節奏很快 特別是 即便是回到現代 就是在漫畫裡面 男主角有偶爾可以跟 痾 未來的 不是叫未來 過去的媽媽溝通的那些橋段 媽媽在現代 也感覺很急躁 就覺得 我要趕快幫他解決問題 就很急躁 那種 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 那種壓力 就可以在這部漫畫感受得到 一開始呢 漫畫 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 因為全校師生都穿越過去了嘛 還有一些大人們 可是 可是大人們通通因為受不了某些壓力 通通不是自殺 就是 殺人 不然就 就 就瘋了 對就是 大人們承受不了這些壓力 那 主角都是 小學生 都是 五六 五六年級的小學生 主角群 那 他們發生了一些 光怪入離 不可思議的一些故事 看完的時候真的有一種 意猶未盡 哇 作者 你可以再多告訴我一些 他們 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未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還有 埋了很多梗 你都沒有告訴我們 你可以講嗎 可是他都沒有講 甚至沒有講 未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而且 感覺這個的未來 不是很久以後的未來 就是在 可能近 十幾二十年後的未來 可能作者在這部漫畫也有告訴我們要 好好活在當下 好好珍惜你身邊 所擁有的事物 沒事 但是不要常吵架 記得要聽媽媽的話 類似這種吧 話說回來 這套漫畫真的年代很久遠 不容易買到啊 我現在這邊有一套 應該更愛惜他們對不對 好了 我們今天的漫畫推薦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讓你心中排行前十名的恐怖漫畫 你會把哪一部漫畫 排在第一順位呢 歡迎留言在下面 跟秋風討論 或是你看完這部漫畫 有什麼感想 也歡迎寫在下面 我們 下次再會囉 掰掰